受疫情影響110年的所得税申报及缴纳期限 从5月1号展延到6月30号 财政部推出了手机报税2.0版本 鼓励民众可以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网络来报税 同时也表示目前疫情严峻 请民众最好是透过网络报税 如果一定要到现场报税的话 一定要加强防疫作为 同时可以先线上预约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5月2号是今年申报所得税第一个机关上班日 不少民众趁着还在放劳动节补驾时 来到国税局花园分局报税 因应疫情财政部今年加强推广手机报税 希望民众多利用网络 减少到现场和人群接触的风险 今年财政部加强推广手机报税2.0 新增了一个编修功能 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行动支付 还有电子支付账户缴税的一个方式 那希望民众能够在家轻松报税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用手机报税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用现金缴税 或者是你要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的话 那当然就不能使用手机报税 还有第二种情形就是说 你已经用电脑装置已经申报完成了 那就不能用手机报税 第三种情形是说 你已经申报了 可是你想要做更正 那就只能在电脑装置来做一个进行更正的动作 除了网络申报之外 因应疫情 国事局花联分局也做了人潮分流措施 我们今年就是说集中在就是我们的中庭 申报跟查调都集中在那一边 民众直接就是一个单一动线 单一出入口 这样子会避免民众的一个就是说交叉的一个情形 那等候呢先抽取号码牌以后 在户外等候区 等到那个号码到的时候 我们会再叫号请他进来做申报 110年的所得税申报从5月1号展延到6月30号 请民众在期限内要完成申报 越早申报完成可以优先退税 而相关的报税问题 也可以向国税局花联分局来查询 这里会换市报导